当自己提出的整骨鬼点子用在了自己身上 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果 搞事的节目组今天把一个日本男团回来 让他们给节目组策划一些整骨方案 听到这大伙就立马挨尽了 在大家滔滔不绝的提出鬼点子后 最后敲定了一个方案 就是把一人的四肢给固定住 然后一群人对他挠痒了 导演一听好家伙 立马采用了这个方案 只不过整骨对象是你们而已 第二天就以打篮球为由 把他们忽悠来 练习篮球有时长两年半的他们 当然是要来展示一下了 首先前线还是要做足 接着进入下一个环节 此时的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 二人瞬间被控制住 还处于在猛力的状态时 在一顿脑岸仰后 不知二维有没有想起 这个整骨就是自己提出来的 并且还有后续 就是配上自己的猪大哥进行脑 小六想说 先到好如回 苍天饶过水 抵抗不了就享受吧 最终节目组还是手下流行了 换了另外两个小伙 上来体验他们的整骨 那就是用纸巾戳鼻子 和对着耳朵吹气 首先一套脑岸仰是必不可少的 随后就开始了他们的点子 好家伙 二人被整完人都猛了 我整我自己 最后就是那天最活跃的队长了 他将体验所有提出来的整骨 首先是毛笔 接着是动毛棒 然后是羽毛 还有工作人员 吹耳朵 纸巾戳鼻子 最后再来一套全家谱 主持人在旁边都憋不住了 不得不说小日子的综艺才会完了 经历过这次整骨后的他们 怕是以后再也不敢提出整骨点子了